植物灯管要怎么选全光谱与加强型全光谱有何不同? 植物生长灯本就也只是众多款灯具中的一种 例如水下灯、户外灯及鱼灯等等 植物灯其实也就是专门运用在植物种植使用的灯具名称 而这植物灯名词是指专门运用于植物种植使用的用途 而非植物灯就是所有种植环境就都可以直接运用 而植物种植环境简单区分 可先以植物灯防水需求、植物虚光类别区分 再以现场使用环境来选购适合的灯具使用 例如植物虚光类别就需搭配预计的种植距离来选购灯具 灯具又可依照输出光的光角度来挑选适合的角度使用 一般来说输出光角度越大种植的范围也就越大 输出光角度越小光输出穿透力也就越远 但种植范围就越小 再则就需依照现场环境的设计来选购不同的灯具类型了 例如投射灯、轨道灯、灯管、灯板等多种灯具选择 植物灯具的选择要以现场安装环境来做选购的考量因素 而植物生长需求就不是灯具的选择 可以完善的了植物生长需求 可以根茎叶三个主要部分来做大区分 简易来说可以红光补充茎叶部分的能量 蓝光补充根、茎的部位能量 这也是早期发展的植物生长灯 会以红蓝混光这样的混光配分为主的原因 毕竟早期的植物生长灯的发展初衷 是以有机蔬菜种植发展为主 而目前最为大众所喜爱使用的全光谱植物生长灯 又为何会在短时间就受大众喜爱使用呢 其主因无非是红蓝混光植物灯光谱 是针刺眼又非常不舒服 现基于植物生长所需的红蓝混光配方基础 不大变动的前提增加了适量的绿色光谱 改变了生物感受光 利用了输出光色温的改变 又不为何植物需求光谱能量 可谓是双方植物生长和生物光视觉感受 相互妥协出的光谱配方 但在实际使用上受大众喜爱的全光谱植物生长灯配方 其植物生长效果植株的成长速度 是大于红蓝混光植物光谱的速度效果 约莫15%差异 然而就植株收成重量及植株的根部发育效果 红蓝混光的收成重量及根部发展远大于全光谱 约18% 可说两种混光谱各有其优点和缺点 其实目前市面上普遍上所称的全光谱植物生长灯 应该说全光谱植物生长灯只是一个名词 其并无特别需要符合的确实配方 其主要配方和多数的白光的光谱一样 都是利用蓝色绿色红色三种主要颜色器混光出来的 全光谱植物灯配方 其也不离蓝绿红这混光基础 不过是在于全光谱植物灯配方占用的红色光谱比例 大于一般白光照明的占用比例 而加强行全光谱的混光设计基础 就是利用了全光谱的三色光需求比例 降低了绿色光粉的占用比例 使其视野感受度程度远高于红蓝混光的感受度 而降低了绿色光粉虽也会减缓了生长速度 但却也会比全光谱的得根 经业发展效果加多了生长能量